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烟塞湖窥堤 小邻村家园被泥流淹没 我想很平时的来说 看到他接到了电话 放下了手边的事 很紧急的借了几辆救援车 卷起了袖子 就带着我们二十几个热血青年 走进了六龟 纳玛夏 小邻村 九年过去了 记忆依然深刻 真的很乱 从一现场 满目疮痍 更是让人流泪纠结的现场 我感觉得到他的内心是 焦急的 是痛苦的 许多人失去了家园 承受着苦难 也承受着难以忘却的伤痛 灾后第一时间 投入紧急的救援 如今回忆 人叫人内心激动 车子挂在电线杆上 车子挂在电线杆上 路断了 桥也断了 小镇变成的战场 他的内心是焦急的 道山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